必然入了甜椒酱的坑 拌米饭拌面都好吃 一周吃了三瓶 有些小贵 我要自己做了 最好用长甜椒 切块不用太碎 有点果肉感更香 多来点花生油或者是菜籽油 这一堆废料请看大屏幕 小火慢慢熬 流入所有香味 捞出所有的焦荷废料 半颗的洋葱丁 一头大蒜银 倒上屏幕上所有的东西 小火煸炒 40到60分钟 千万别炒糊了 直到所有的水分挥发 这香味上头 这个蒜香虾尾简直太香了 这味道保证吃一次就忘不了 先调一个看着眼熟的料汁 看到这个配料方子 你想到了什么菜 宽油 两大勺的蒜泥爆香 来两勺打破四元币的剁椒 全程大火 虾尾炒至半生 也就一分钟 倒上调好的料汁 烧开 最关键的 最后丢一块红油 最大成功的激发 虾尾的鲜泥 这一步才是灵魂操作 撒上大把的香菲 赶紧出锅 最后祝大家高考顺利 记得好成绩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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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